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黑神画悟空新版正式上线 都改了些啥 无线细金线 静置新神器 铜头铁币加强 黑神画悟空这个1.0.9.15179新版本正式上线了 做了不少改动 今天就带大家来具体看一下 这次更新都给大家带来什么新的体验呢 再入轮回之后 天命人能在银虎处无限购买材料细金线 再也不用为细金线发愁了 虽然红尼云韬仍然会卡住你 但你不再需要专门去跑那些装着细金线的宝箱了 另外说一句 红尼云韬一周目可以拿14个 进入二周目后 每周目还可以在银虎处多买6个 也就是20个 正常需要五周目才能升满所有披挂 虽然只需要五周目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省一省 万一DARC还可以用红尼云韬呢 王国法环的朋友 当年也肯定是为了DARC 腾了一大堆古龙岩断到10吧 踢挂 狼牙棒 效果新增 法力上限加30 之前我做过175武器排名 狼牙棒给的不是很高 但是金石不同网热 狼牙棒可以说是前期静置石破流的神器 高中目静置猴系必备的一环 装备狼牙棒 三针缩衣 大胜腿 针丸 带三个雷火印 加上两个不求人 金破泰百目 然后用潮原高益气高增加法力和气力 然后葫芦喝一口继续增加气力 最后拍上镜子 然后把装备换一换 这样可以达到80%的暴击和300的人机 让你爽到飞起 披挂 昆奇 所有丹药效果的维持时间上调 这里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下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暂停看一看 值得注意的是 对比更新后的维持时间和原本时间 更新后的维持时间是大幅增加的 对于那些喜欢吃丹药且不嫌麻烦的玩家 可以用这个套装先吃丹药 吃完之后立马进入UI界面换装 这里注意换装界面是不算时间的 所以换上喜欢的装备后 仍然吃的是这个延长的持续时间 修复部分头目 腰网战斗中 天命人被扔到空气墙外的问题 嗯这个其实 如果七八个重目打下来 记忆中并没有触发类似问题 更新后我专门试了一下辅仓 但是还是会被打下牙 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说一下 紧张遇到什么boss会把人扔到空气墙外 我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给大家回复 修复打开菜单界面 导致部分敌人技能判定失效的问题 这个应该说的是小骊龙 我的代码在你之上的桥段 之前是可以开界面消除雷电光圈的 现在已经不行了 优化妖王白眼魔君的战斗体验 白眼魔君是出了名的粪怪 版本更新之前经常会打空 尤其是在白眼面前蓄力重击会打在他面前的空气墙上 版本更新之后战斗体验的提升非常明显 现在站在白眼面前蓄力重击基本上都会打到飘飘腿 我试了大概八九次 整体打下来不像之前那么血压飙升了 啊 加油 欸 我整 根气 啊 经怒 如状 金钟 对铜头铁壁转正判定时间的惩罚下调 用尤科的话来说 就是这个如状金钟的描述 变成 些微减少铜头铁壁可转正对手的时间 更新后手感上对于铜头铁壁的判定需要提高的 感觉官方应该是觉得铜头铁壁的受作比剧情善戏少 特地加强了一下 希望大家多多用铜头铁壁 还有其他的一些更新 看了一下都是一些正常的bug修复 没有什么可以专门拿出来说的 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特别重要的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的观看 啊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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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